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如何解读昂山素季突然访华 6月5号中联部突然宣布 缅甸最大在野党领袖昂山素季 将在6月中旬率团访问中国 那么还将会见习近平 这立刻引发了各种反应 我们知道昂山素季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但是中共对他一贯是小心谨慎 低调处理的 他有一部传奇电影叫做The Lady 但目前在中国仍然处于禁言状态 这次的话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层 将接见一个在野党的领袖 实属汉奸 而且现在正值各种敏感事件的交错事情 比方说现在在中缅边界进行军事演习 另外习近平围剿江泽民 也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昂山素季突然访华 有什么看点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觉得昂山素季 他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 是一个象征 我们提起昂山素季 很多人都会想到 普世价值 人权 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进程 反迫害等等 那么这个正好是跟习近平 目前在打僵过程中 一种开放型的打僵 这个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是最大限度的 让民众来参与打僵过程 在做法上 就是让各级法院来进行有案必立 有数必理这么一个登记制度 因此很多的民众都参与到 树江的过程中去 从客观效果上来讲 昂山素季他作为一种人权 反迫害这么一种形象来到中国 实际上我觉得对习近平开放型的打僵 是有一种催化剂作用的 实际上他就在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个打僵反迫害 人人有责 大家一起上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僵派 他不单单是在政治局 在常委这级上有 在地方省一级他也有 比方说在云南省 云南省的原来的省委书记 秦光荣 白恩培这些人 实际上都是僵派的代理人 他们不单是在地方上 跟习近平进行交水搞乱等等 比如说我们知道云南发生过一个砍杀事件 这个就是江泽民 郑庆红 跟那些地方上的江派人物在一起搞 另外江派的在地方上的势力 实际上在云南这些势力 在缅甸他们也有一些经济利益 而且也有腐败行为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昂山素季执政以后 成为缅甸的领导人 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习近平 清理江派在云南省的这个势力 是吧 帮助这个大江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一次很多媒体也报道了 实际上习近平可能是利用 昂山素季访华这件事情 在清理 清除江派在外交部的势力 是吧 这次直接是通过中联部进行联系的 撇开了 绕过了外交部 当然这是不是一个清理 这个江派势力在外交部的一个开端 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正是因为 昂山素季这次访华 对习近平打江 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所以习近平呢 有一个批示就是什么 就是不但要请 而且要公开的宣传 我想这个意义就在这 第二点 习近平呢 9月份要正式访美 习近平访美呢 当然了是跟那个 奥巴马之间进行进一步的 进行互相的理解 是吧 进行各方面的合作 包括政治军事 是吧 经济 还有那个 特别是 就是在双方 配合这个习近平反腐方面 可能会达成一些 引渡的这种形式 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 当然是希望跟奥巴马之间 有更深入的互相的了解 通过坦诚的对话 能够达成一个更好的合作的基础 但是从奥巴马这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他对习近平方面 对中国的局势有两个观察点 那第一个观察点就是 中国的民主化精神 实际上从70年代末 美国方面就一直是在想通过 这个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 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就是民主化 是吧 当然这个习近平执政以后 奥巴马看到了 是吧 这个清理江 这民主犯罪集团 是有助于中国民主化的发展 所以说双方在这个打疆这方面 是有配合的 在各次的这个比较深入的谈话当中 都接触到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观察点 第二观察点 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 能够按照这个现有的国际规则来行事 那么恰恰在这两点上 我觉得昂山书记的访华 是能够有帮助的 为什么 昂山书记作为一个为西方 特别是美国等这些 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一个人物 在他身上的大家认为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民主化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国来 那当然是向西方发送了一种信号 这样就为这个跟奥巴马之间的坦诚对话 我觉得有了一个价值观方面的 一个共同的一个基础 这样谈话的时候 我觉得会更加坦诚 了解互相了解和合作呢 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觉得 这个邀请昂山书记访华 实际上对提升这个习近平的形象 以及呢鼓励中国民众的信心 这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从现在网上的反应来看 中国民众对昂山书记访华是欢迎的 因为昂山书记啊 被长期软禁的过程中 后来这个选举中 这个结果后来也没承认 实际上他一直是采用 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去抗争 对于这么一个人吧 就是说习近平采用高规格接待他 当然不能说习近平 马上就会开始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进程 但是至少让民众感受到 就是说他有一定的宽容度 能够让一个有争议的人 目前进入到中国 也说明习近平的地位很稳 当然了 中国民众可能也会联想到 是吧 中国可能会发生一个变化 是一个开端 另外习近平也借此也可以表示 就是他跟中国其他的中共领导人 是吧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这种因素 是吧 民众都可以感受到 第四也是最后 就是昂山书记的访华 实际上能够对现在不稳定的 或者说某种 出于危机状态的中缅关系 起到一种缓解 或者一种调节的作用 我们知道昂山书记实际上 他在这个缅甸民主化以后 是吧 跟这个现代政权达成和解 是吧 进入议会当了议员 所以说他是一个能够为习近平也好 为这个缅甸新政权也好 是吧 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人物 因此呢 他不管他这次到中国来以后 是不是回去能够当上总统 或者是当上议长 或者继续在议会这个议员的角色上 都发挥作用 他都能起到缓解中缅 关系的这么一种作用 是吧 我觉得习近平是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如果说他真能起到这样一种 这个缓解中缅 紧张关系的这么作用的话 对他自己能够进一步 参选总统 是吧 当议长等等 或者说进一步在缅甸的政治中 发挥作用 都是有帮助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 这么一个模式 当然了 对于中缅关系来说 我觉得习近平这次亲自下令 是吧 在这个中缅边界云南境内进行军演 实际上并不是说 要对这个缅甸进行干预 对他出兵入境 是吧 怎么样 而是实际上是保护 这个云南境内的居民 不受到国杆地区战火的纷扰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从客观效果上说 是表达了一种习近平 通过来保护中国居民 是吧 这种强硬的爱国主义的这种立场 是吧 跟那个江泽民当初 在向俄国出卖大量的北方领土 这种软弱的立场 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照 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媒体上 或者民众也能感受到 总而言之呢 这次昂山书记访华 是吧 对这个习近平国内 打疆这个内政 和这个进一步 这个 呃 用国际环境来配合打疆 这个外交需求 我觉得都是有正面意义的 都是有利的 那这就是今天评论的一个结论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